四十一 中國報 聯合55華小教總將向教部請備忘錄 2015年7月26日國內新聞A03 根農波25日信 教總聯合55所華小代表根基向教育部提請備忘錄 譴責教育部官員呼顯態度應對華小師之問題 同時請求馬華部長協助 將此事帶上內閣商議 教總主席黃超群雪 共有55所華小 144位董家教成員 出席華小師之短缺問題會報會 一致嚴厲譴責教育部官員一再推委責任和膚顯了事態度 為此他們在此推出聯合聲明和提出五項要求 這包括速教育部馬上發出足夠林教委任狀 讓有需要的學校第一時間填補空缺 教育部必須根據林教開始執教日期來支付薪金 公平對待在今年5月2日前開始執教的林教 彈性處理大學生申請當局也必須彈性處理林教 必須具大學資格的申請條件 應以實際情況 批准無法聘請到大學資格林教的華小 改為拼請大馬教育民憑和大馬高等教育民憑資格者 來填補空缺 王超群今日主持華小師之短缺問題會報會後 向媒體發出相關聯合聲明 他說 教育部也應制定完善和公開透明的統計機制 準確計算華小各科教師需求量和空缺 以作為培訓老師和拼請林教的依據 最後 希望教育部和華教團體密切配合 採取積極行動 培訓足夠正式老師 解決華小師之不足的問題 他希望 教育部能夠正視有關問題嚴重性 並採取實際行動 進速解決華小師之短缺問題 為有效向政府傳達上述要求 我們也通過採取兩項行動方案 將聯名向教育部長丹丹丹丁提呈備忘錄 並建議進速在今年內解決師之短缺問題 作為官員的關鍵職效評估 結果從 großes bord看見 政府 gefunden 一次採取希 Imperial nécess根據提呈備